没事 原警不停安抚 原来这名短袖黑衣男的父亲 一度以为儿子被绑架 警察即刻救援 找到人好好的在餐厅 这么多手机实在不太对劲 原警统统带回雷青 利用科技侦查还原部分内容 一看不得了案情大逆转 但至于家人中的联系爸爸 还以为他被人掳走报案邪寻 而警方在当天就在拉面店找到人 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被妨害自由 还开心的吃拉面 结果一查看他的手机 发现这男子竟然是诈骗集团成员 23岁张喜男子自称是调酒师 实际上是在搞诈骗 涉嫌没借其他人提供账户给诈骗集团 从中赚取佣金 只是他不单单当人头账户仲介 竟然还把卖步子的人拘禁在旅馆 不止在台北市万华这一间 名声东路上也有 嫌犯在双北市找了将近十家旅馆 让两名被害人在两个星期之内 天天转点避免警察找上门 远警这回申请鞠票 抓到关键成员 这个你有看过了 上面这个是鞠票 22岁朱姓女子落网没有多说 警方随即又再抓到五个人 发现当中还有在学的未成年 被诈骗集团吸收 专门控制被害人的行动 不乏所得高达470万元 如今这名张姓儿子 还有朱姓女共犯被收押 一场失踪惊魂 结果竟然是诈骗分子囚禁其他人 剪禁戳破谎言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